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记长跟沈记长 主记长 你赞不赞成加薪 是 我想这个案子当已经就是说人事行政局主政 那审慎评估 那院长会会做一个宣布 你赞成不赞成 是 赞成 赞成加薪 因为你们上个礼拜已经有胡宴都有开过会了吧 是吧 好 主记长你赞成加薪的话 那地方的财政现在是如何 是 中央到地方财政当然就说都有努力的空间 地方财政如何 可以 OK 没问题 还是产息性 就说那个委员可能是在关心调薪的部分 那假设调薪的话 那院长上次已经在院会也做过说明 如果调薪的话 地方所需增加的那个经费由中央来编列 哦 中央要负担 就是地方的财政如何都无所谓 这些加薪的这些浅质由中央来负担 是不是 对 就是今年调薪的部分中央会负担的 我想从你们那个这个结算的结算数里面的数据啊 里面看得非常清楚 各县市的一个数据都非常清楚 都是入不府出啊 地方财政真的是苦哈哈了 好 那既然是说主记长你是说 同意加薪 那我再请教你 加薪的一个配套 你们现在没有订定 是齐头式的加薪 还是他的值等的加薪 这个因为是人事行政局主政 人事行政局他会审慎的评估 会提出一个方案 那你也是乐意 人事行政局如果是说用 官越大 值等越高 就加越多 你们都没有意见嘛 因为这是人事行政局的执照 人事行政局的执照 那既然你们站成加薪的话 我要探讨一下主记长 近来 社会的观感啦 因为我听说那个吴院长是说 跟民间的企业团体 工商团体 都是希望要加薪 促成三个月内要加薪 但是我们台湾真的有那么好吗 经济有那么荣景吗 你的看法咧 主记长 是 跟委员报告就是 那个经济成长的预测 我们二月的时候 就是预测今年 是历年来的创新高 是吧 那99年是10年 那我们的基期的问题 你以前的基期是多少 现在的基期多少 是不一定嘛 对不对 是一个假象嘛 不是假象 就是我们每年都是用同样的方式 在做一个预测以及报告 那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 我们二月预测是正成长 4.92% 4.92% 就是二月预测的 那我们每季会做一个更新 好 那主记长既然是说同意加新 那我一个建议 我想一个是说 一个公务人员的话 不管是他的职等是如何 有从几职等到几职等 那当然他是有高普考 怎么考进来的 那当然是有一个保障 我要请教 如果要加新的话 有一些比如说 有一些福利啊 有一些代益的津贴 这很多种 那是不是说 福利津贴 代益的津贴 把它列入 有没有机会把它列入到本厚 当这个主政机关是人事主管局 因为公务人员 一般的公务人员是有子女教育 这个补助嘛 公务人员才有嘛 其他没有嘛 那如果是说那本厚 如果一个加 有的美化素季嘛 加到福利 比如说他有各项的福利 或是零零种种的一个津贴 就是一个灌水进去的话 但是本厚还是维持这样子 是一个素季的美化 你的看法 你有没有说这个配套 是不是要把它修正一下 有没有可能 是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人事行政局主政啊 那当然人事行政局 他也收集各方的意见 对于这个调整啊 到底是调的内容 以及各质等调的状况 他会审慎评估 他会有一个完整的方案出来 是 那再来的话 我的建议是希望是基层公务人员加薪为优先 这个才是社会的一个观感 既然要加薪嘛 经济荣景一欢嘛 那要加薪就是基层公务人员为加薪 你要想如果是说齐头式的加薪 那有一些公务人员夜退的话 夜退要怎样调整 既然他是用夜退的 夜退来领 要如何调整 也是一样 夜退是加上去吗 是不是 主记长是不是这样子 对 那夜退要怎么办 如果是用夜退的 领夜退的如果调心 当然他们也是跟着调 跟着调嘛 是 那不公平啊 这个 我刚报告就说 人事行政局他会审慎评估 我知道 他有一个完整的方案 哦这样子 你就把他说这个是人事行政局的事 因为他们的 那我再请教你 如果现在是国营事业的一个员工 调心也是要比照办理嘛 对不对 国营事业 国营事业它是另外一块 另外一块 有没有比照办理 没有 他是另外 国营事业没有比照办理 国营事业它另外有一套 那个 有一套 有一个 一个调心的一个 那个编制嘛 是不是 他另外有一套 那请问一下 如果是国营事业亏损的话 要不要调 以现在的政策 那个 他们 那个 是他们有另外一套算法 跟 经济部有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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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会计长哦 会计长 会计长 那如果是 前台湾在一番荣幸都在谈加薪嘛 连民营企业 那个吴院长也希望全部 就是 其头是全部都加薪嘛 那请教你 国营事业如果是亏损的话 要不要加薪 跟委员报告 这个国营事业的待遇 也是一样归人事行政局在整个主政 你说怎样 也是人事行政局在负责主政 也是人事行政局嘛 所以我们是依照整个行政院的规定 那亏损 就是说社会观感都不管了 亏损也是造家不务啦 国营事业它本身 当然有负担一些政策的责任 所以它 有些的员工的努力 其实为什么会亏损 当然有很多原因造成 那所以我们整个还是 那如果是国营事业的话 亏损是劫策的问题 而不是一般基层的一个员工的问题 所以加薪都是没有问题 是这样是不是 这个我就没有评估了 因为它有人事行政局的一套算法 好 那那个 好主席 那主席 那个沈记长我要请教你 我从你呢 那个 那个边的那个监会查核这一本报告 你的查核报告 第1 175月 我要请教那个沈记长 你这边的话 我们在莫拉克民国98年度的一个莫拉克台风啊 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人民啊 都有一个很良意很善意很良善的一个心态 就来监政嘛 监住嘛 是不是 那个时候98年的时候 就是大家的民间的募款 你知道吗 98 这个是你写的报告 沈记长 是你写的报告 那爱心的问题 全台湾的爱心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我们的善款 募出来的善款 既然都 既然你们的应用 莫拉克台湾 我们募 莫拉克我们募了237亿 沈记长 这个是你写的 然后民间政府 民间政府 民间还有一百多亿 政府还有二十几亿 那这些善款的弃处 这个督导 那个督导它的用处 都没有受到一个规范 一个执行 还有这么多钱 那为什么不做呢 那这个弃处 结议这么多钱 到底要如何 这个你有你的报告数出来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你的看法呢 对 这个政府是在 我们有定一个公益欠募条例 不过我们查核结果 就是以这个 去年这个台湾来讲 莫拉克台湾来讲 那么 在各界间的款项 然后各这个募款机关 他们搜索啦 都没有公布啊 善款的期数啊 什么都没公布啊 对 确实有没有落实情况 这个部分我们也分别通知 这个各相关机关 那也在审核报告里头 把它揭露出来 你只是说一个韩报嘛 主管机关 被查嘛 那到底是如何 总是要交代 从98年 还有这么多钱 那整个执行的话 看法 都没有落实耶 确实是有这个部分 没有落实的情况 还有 我想最近的一个 红十字会的 红十字会 一个 那个 那个 红十字会的一个 那个 常务 常务监事一个 王有先是你们 审计部的副审计长 对不对 是不是 他是担任 红十字会的 李监事的人 成员之一嘛 对目前这个 红十字会里头的监事 照他的这个 红十字会法 包括有 審计部 紫计处 还有政策部 都有人在担任监事 那既然他在 里面担任了这个 要职啊 那红十字会里面 那一些 那么多的一些 善款的 这个钱的器处 一个督导 督处 都没有落实 那身为 你们的一个 一个一个 那个 那个 副审计长 他也应该要严格督导嘛 是不是 都没有 都没有落实 都没有在做 就是管他的 就是募多少 也不执行 也不使用 就把他放在那边 耗在那边 有那么多钱 那 那你们 你们应该 你们既然派出去了 審计部的一个 副审计长 也应该要落实啊 是不是 对 这整个 所有这个 公司部门的这些 募款 那么主管器官 有没有 尽到这个 相关的责任 我们部里面会整体 做一些查核 那对个别的部分 也会提出 我希望是既然有这么多的 善心的 仁义的钱 要落实他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